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AG说车 在11月份我曾经报道过一篇关于全新一代名途的文章 当时这篇文章也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 在11月的广众车展,别人现在也进行了亮相 那么名途它定位于A级和B级车之间 从2013年推出到现在,在7年的时间内 它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75万辆 所以说当时它的销量是创造了一个辉煌 但是从近几年开始 整个汽车市场就不景气了 各个车型的销量也开始出现了下滑 那么名途它也不例外了 那么这次全新一代名途的推出 其实北京现在也希望挽回这个颓势 那接下来咱们就看全新一代名途 有没有这个实力来挽回它的曾经的辉煌 那么首先咱们从来外观开始说起 首先它的这个进气格山是采用了六边形的 也是北京现在最新的家族的设计语言 这次呢名途它是分了两个版本 1.8升和1.5T的版本 那两个版本的设计也是有所不同的 首先我旁边是1.8升的版本 它在进气格山的内部呢 是有不规则切割面的这种元素 整个轮廓是用镀铬式条去外扩的 那么1.5T版本呢 它是用的是星阵式的 有那个镀铬装饰了一个很多的点 然后在大灯方面呢 它用的是分体式的大灯 上方是有点像柳翼式的那种日间行车灯 下方是大灯组 在前唇部分呢 它用的是银色的示范 没用镀铬式条 那么双外观的策略呢 现在很多车型也都在用 但是这个双外观的策略呢 其实也根据车型是不一样的 首先1.8升版本 它的目标消费者呢 是需要稳重的去开车的 所以说它的整个造型是不能太激进 那么1.5T版本它是动力强嘛 所以说它的目标人群 也是追求运动感的一些消费者 所以说它的外形需要有一定的辨识度 而且也需要一定的运动感 来到侧面呢 我们首先能看到它非常长的一个腰线 从车头一直延伸到车尾 显得车型是非常修长的 从数据上其实也是 它的新车呢 是延长了70毫米 那车色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细节的 比如说它的镀铬条是从后视镜盖 一直延伸到了后车窗 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设计 还有就是它的侧裙 侧裙反而没有用了多个尸条 它用的是一个银色的板 在银色板上面呢 还有一些六边形的蜂窝状的一个造型 这个蜂窝状的造型 还有在这个后视镜盖上出现 所以它的整个设计元素 也是这种六边形的这种造型 其次就是它的轮胎尺寸 这次两个版本的这个车型呢 它是有两款轮胎的 比如说像1.8升是17英寸 1.5T是18英寸 而且它的轮网造型也不一样 比如说像1.8升版本 它是那种多幅式的那种轮网造型 但是我是比较喜欢1.5T的那个造型 它是可以 那个轮骨盖是可以旋转的 而且它的那个整个造型 也比较像那种新能源车的那种感觉 那来到车尾呢 其实给我最大的印象 还是它的贯穿式的尾凳 但是它跟索拉塔是有些区别的 索拉塔是它是向上的开口 那全新一代名图呢 是向下的开口 尾灯方面呢 是有一个双C的这种造型 这也是在观察室尾灯的这种造型下 在进行了一些修饰 并且呢 Mistra这个车型名字呢 也印在了后备箱盖的这个中央 那么接下来 咱们看到这个后备箱啊 打开后备箱呢 我们能看到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后备箱的空间啊 总共容积是530升 我们能看到整个纵身 还有它的宽度 还有它的平整度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我们也放了我们的摄影的设备 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但是它是没有关后备箱的一个把手的啊 这个是比较不方便 那么接下来咱们到车内 看看车内表现 来到车内呢 给我的反差是比较大的啊 首先是这个配色 东色和白色的这个配色 非常的居家 但是呢 咱们刚才拍这个外观的时候 它的黑色的这个外形呢 就是比较商务 所以说这个反差是比较大的 那么再看它的这个设计呢 跟第十代索尔塔也大同小异 12.30寸的全线镜仪表 12.30寸的多米级显示屏 一个双连屏设计 非常的有科技感 而且它的下方呢 是有触控的音量控制键 还有空调的一些控制 那么再来到反向盘呢 反向盘也是棕色的 非常有质感 而且它是有一些 银色的一些装饰 整个按键的反馈啊 它的握感也非常的不错 那么接下来 它的除空间方面 我觉得也是比较不错的 首先这个门板上 它的背架 还有它的一些零碎物品的除空间 是非常大 而且它的这个背架 也是魔术的背架 可以自由的去控制 还有它的扶手箱 也是非常的巨大 这个动身也是非常长 对于这个多米级显示屏呢 它依然是搭载了百度质连的互联系统 它可以远程的控制车辆 也可以控制家居 所以说它的集成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它的语音控制是非常智能 它能控制空调 也可以控制天窗 但是这个本本本好像没有天窗 接下来咱们到后排看看它后排的空间 这个才是它的重点 前排已经调整到了我的驾驶坐姿 那么我坐了后排之后呢 大家能看到我的腿部空间是非常宽敞的 能有三全的这个距离 而且它的造型呢 是有一些六倍的设计 但是它没有影响到我的头部空间 大概也有一群的这个空间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它的地台 这是北京现代的优良的传统啊 很多车型它的中央地台都是非常低的 这个是有别于德系的车型 中央地台低呢 它有助于后排的中间的乘客的舒适度 那么这次全新一代名途 它的座椅呢 已经贴到了旁边的门板了 所以说它的平整度也好 它的宽度都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它的座垫的长度也是非常长的 完全可以承托住你的大腿 包括你的靠背角度也非常的舒缓 所以说后排的表现 它是非常有助于长途的乘坐 我能感觉到很长时间的乘坐 也不会有疲劳感 这个是它的一个优点 除了成员的舒适感以外呢 我们还需要关注它的储物的空间 除了椅背的储物袋以外 门板的储物管呢 除了放一瓶水以外呢 就没有太多空间去放置其他物品了 包括它是全气标配了后排的空桥出风口 但是中间是没有储物格的 这些比较遗憾 那么最后呢 咱们在车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名途这款车的定位 它的定位呢是A级和B级的之间 所以说它的尺寸也好 它的空间都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 这个恰到好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这个车型当年是2013年刚推出的时候 这个细分市场是完全是空白的 正在这个时候呢 名途打入了这个市场 所以说它得到了一个先机 那得到先机之后 它能否成功还是要看它的产品力吗 首先它的产品力来说 它的空间还有它的质量 还有它的价格 都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 当时整个B级车市场 它的竞品来说呢 大部分的起售价都到了18万左右 这个级别 那么名途呢 它的尺寸可能稍微小一点点 但是它的起步价已经降低到了15万以内 那这个价格呢 当时在A级车市场里呢 比如说速腾 卡尔拉 对于他们这个价格来说 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所以说它当年成功的这个杀手锏 还是性价比这三个字 那么这次这个全新一代名途 它的发布呢 其实也瞄准了这个市场 但是这个市场现在越来越模糊了 但是它的性价比还是要突出出来的 比如说它未来的定价 我估计我的自己的猜测 应该是延续当前的这个售价吧 15到17万这个区间 如果在这个区间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到目前为止 当然有些B级车 它的一些优惠幅度已经很大了 到了中端之后 已经接近了15万 但是未来呢 其实每个车都是有中端的优惠嘛 所以说这个最终的销量啊 它的市场表现都是不一定的事 这个到时候 明年再看 这个车是明年第一季度会上市销售 那么今年呢 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啊 2020年是韩系车之年 不仅是北京现在 还有东东约达奇亚也是发布了很多很多新车 具体就不去赘述了 那么当前的拍摄日期呢 是12月29号 2020年呢 还有三天的时间 那在这个年尾的时候呢 北京现在还不放弃 继续发布它的新车 加入它的热量 来提高它的声量 厂商的声量是 对于这个消费者的选购 是有决定性因素的 比如说我在一个价格区间内 想选购一台车的时候 我首先要想到这个车才能去考虑 这个想到的过程 其实就是需要厂家 或者是这个品牌商去铺开这个宣传的这个渠道 让广大消费者去了解这款车的存在 了解之后再去体验这个车型 才能让消费者真正感受到这个车 到底它的产品力是怎么样 它的体验是怎么样的 到了明年之后呢 我估计北京现在也好 东维达奇亚也好 他们都会越来越关注中国市场 不断的推出新车 那推出新车的这个过程中呢 它的声量是要持续保持的 那我们期待2020年明图的市场表现 结束本期的AZ说车 再见